好,開始哦 好,首先你要準備的是一張小小的圖 大概128左右的大小 檔案格式是 png 好,另外準備一張桌面的圖 檔案大小 是大概1440左右 因為我們桌面現在大部分會設到1440 好,這兩張圖是一個是開機的圖片 一個是桌面的圖片 我們怎麼把它放到 系統裡面 我們講的系統並不是 一般你放桌面的地方 是系統預設值的地方 所以我們先把 好,來看一下 那請你回到家目錄 回到家目錄以後 請你 隨便找一個地方 請用命令稿,用root開 因為我們要進系統 一般使用者他不讓你動 所以你要用root最高權限 好,他會問你密碼 好,問你密碼之後 他出來的地方狀況就不太一樣了 你看這畫面就怪怪的 好,因為你現在權限改變了 你的權限改變了 所以接下來來 請你選擇電腦 然後 加目錄 Teacher 這是你剛才的位置 剛才我們放在哪裡 download時下載的地方 有兩張圖片 一張是png 一張是水果的 這兩張圖片 請你用control鍵 壓著去點 點兩張 把它複製起來 這兩張圖片 我們要放在系統的位置 系統位置在哪裡 電腦 user 剛才我們去過 share 然後有一個ply 你按他key p 他會比較快一點 系統的 那個不僅於主題預設 他是藏在plymoth 這裡 有沒有看到我開機的小圖在這裡 有齁 你就按右鍵貼上 等一下我們再來改檔名 since裡面也有 在哪裡 logo ubuntu logo 然後你也會看到這個小圖 有沒有 這些圖我們都要換掉 所以都貼上 好那我們回來換 這張圖是不是要改這個 所以很簡單 我會按f2 或者按右鍵 更名 重新命名 我會先把這個檔名複製起來 原來的我不 我加一個bak 再把這一個怎樣 更名 這樣是不是就換掉了 可以 那再複製一個出來 再把這個 16的一樣 做法一樣 做法一樣 好這樣就換掉了 我們要換的這是小圖 那外面這大圖不要你可以刪掉 Shift人家delete 直接刪除 好 再來外面這這張呢 這個也要換 所以 這個 一樣 按f2 加bak 這個按f2 貼上 Ctrl V貼上 那有人老實說 那這張桌面呢 這張桌面 請你一樣 複製或剪下也好 桌面在哪裡 User share 底下有一個叫桌面 Background B開頭 Background 然後你就開始找 你就會找到我 看到我要的圖 你看我的圖在哪裡 是不是這兩張其中一張 對不對 這是原來的PNG 這是我做完的 這是原來我下載的JPE的圖 這是我做完的PNG的圖 所以一樣 我先來這裡貼上這一張 把這一張怎麼辦 檔名先複製起來 改名 BAK 這個 改名 PNG PNG 這個要PNG哦 無法改名位 因為原來就有這個 我改錯張名字了 那這個圖就先 好 就改這樣子 那你回來看的時候 這桌面還是 所以你不要緊張 所以我們回來我們自己這裡做完了 基本上這樣都完成了 那接下來你只要